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3日 今天看到一个新的消息 中国右派军机19架 共军今天23号在台湾申请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CPTTP 这个时候进入了台湾防空识别区 处罚台湾空军兵力应对 这是我想起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常识 一般情况下也不是说绝对话的 大部分女人如果和先生吵架了在家里 女人们都有共同特点一生气 上商场去买东西 拿着先生的卡 刷刷刷刷 晚上满载而归回来了 气气老公 当然这也不是说人日都这样 所以老公现在就有点这方面的格局太小了 一看台湾就是说正在进行这个外交空间的拓展 你不管是要加入这个CPTPP也好 还是示威组织也好 还是要准备参加峰会也好 还是美国来访这个政要也好 这个中共受不了 受不了又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低能又狂妄 自尊心有强 又没什么本事耗面子 怎么办 霍霍自家的汽油 飞机就出发了 这就像刚才我讲的故事 是不是 耍这个歇手的卡 因为两岸都是中国人 你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 飞机汽油 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和精力 还容易擦枪作火 何必呢 对不对 好好想一想 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 你不就把立陶宛留住了吗 对不对 关键是就习近平搞这套政策 叫大国外交 实际是什么呢 赌气外交 也赌气两岸关系 给两岸搞成今天的程度 你说如果不派人到香港去执法 跨境执法 抓捕这个铜锣湾事件的 这些文人们 书上们 怎么能导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兴起 如果不镇压反送中运动 不搞这个 镇压老百姓的这个 这个港版国安法 怎么会导致九合一选举失败 韩国人 韩国瑜说不定当了总统 是吧 最后输了吧 输给了蔡英文 你说如果不有这些东西 你怎么可能 台湾人原本一大部分人 已经开始考虑九二共识了 考虑这个一国两制了 结果中共把这个香港的协议撕毁了 提前了二十多年 用这个红色的恐怖控制香港 但是却失去了台湾的民心 台湾倒下了美国 倒下了全世界 或者反过来讲是全世界吸引了台湾 保卫了台湾 你想这个习近平不检讨自己的这个小夹子气啊 你说怎么能不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今天又来飞机了 去中央社引述台湾空军的攻击动态 今天有十九架中共军机群绕台湾西南防空实力区 据该消息说呢 台湾空军派遣空中的巡逻兵力应对 最倒霉是台湾 来这么多十九架 你在派十九架上去应对啊 迎接他们 这个进行广播驱离啊 告诉他们已经对你们进行的防空飞弹的最终监控啊 如果再往里面走 就瘦一直就开干了啊 你想一下这个形势也不是说不紧急啊 可见就习近平这是色力内人的 没什么办法整天就搞这些可笑的事啊 说台湾国防部自去年9月17日起啊 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专区中发布 中共军机动态 今天的动态写是十九架共军战机群绕台湾西南防空区 其中包括十二架接十六 两架运八反潜机 两架红六 一架运八远干机 远干机 和两架接十一 你说这么多机器 跑出来耗费这个汽油 有这个钱省下来 给这河南的水灾老百姓多补贴一点 是不是啊 多搞点医疗保险 劳动保险 去忽悠什么 有什么用处 打又不敢打 是不是啊 就是为了徒整面子 泄愤啊 这就像有的那个刚结婚的这个 女子啊 把钱的商场耍哈 挺过瘾的 气气 回家一看 买些东西都白买 浪费了 时间尽力啊 并没有改善感情 应该想法怎么改 改善改善就完了 是不是啊 怎样改善和台湾的两岸的关系 既然都是一家禽的 是吧 叫骨肉同胞何必的 而且有牵扯之间 毛泽东和蒋介石打了一辈子 你说谁对谁错 怎么说呢 同一个世界 两种说法 毛泽东统治大陆也很累啊 这个蒋介石 退守这个小党 晚年也有点悲凉啊 但不管怎么样 蒋经国不错啊 还是有点悟性啊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开放党金包金 成为现在的自由民主的灯塔 即将照亮中国大陆啊 你想把这灯塔熄灭了 不可能的 所以别胡想啊 再开飞机来也没有用啊 浪费时间和精力啊 据台湾国王不统计 最近一次中国派较多战机进入台湾 防恐事变局势在9月5号 当时解放军派了19架 每次都有事才过来啊 今年中国出动军机扰台 最多的一次是6月15号 共有28架 你想想啊 你飞这么多飞机来干什么 是创下台湾国防部公布 统治以来的最多架次记录 第二次多是4月12号 共有25架 今天也不错 飞了19架啊 这个松分析暴露了 习近平这个色力内人 浩大喜功 刚愎自用啊 无能而狂妄的这个本质啊 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